1911年,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,清朝灭亡,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,袁世凯成了大总统。但是,袁世凯并没有坚持实行共和制,袁世凯硬着头皮,打着所谓的中国老百姓的旗号,准备登基位帝。 1915年,12月12日的早上,袁世凯说道,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,与之爱国,聚在人后,但依照推贷,责任重大,应如何厚利民生,应如何振兴国事,应如何刷新政治,激进文明,种种措置,岂于薄德先能所克负贺,前次居成陈述,本非故被谦让,是因坠涕闻营,有不能自己遮掩,乃国民则被预言, 欺望欲窃,竟使子无以自解,并无可违逼,为了他口中所说的救国救民,他要当皇帝了,在朝鲜,他抵制日本入侵,在满清,他倡议编略新军,在国家主权遭遇新夺党,21条面前,他据理力争,为国家将利益的损失降低到了最低,他曾说,我国国力未充,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, 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,是何等痛心,何等耻辱,经此大难,大家务必任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其耻大辱,本卧心肠胆之精神,所奋发有为之事业,举凡军事,政治,外交,财政,力求刷新,预定计划,并连线,下军心,群策群力, 欺达目的,希望埋头十年,与日本抬头相见,胡施指出,长达105年的,拉锯式的,21条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,袁世凯将国家利益的损失降低到了他能办到的最低,在宣布退位的那几天袁世凯悲愤交加,又积劳成疾,连自己远在河南老家的家人都写信痛骂自己, 现在的他像是被全世界背叛,伤心过度的他顿感人生悲凉,于1916年6月6日,死在全国人民的深讨生中,想年57岁,在袁世凯死后,我们国家又差点陷入混战,因为在当时有很多人都想做大总统,大家都认为袁世凯在死的时候没有立下遗嘱,选谁为下一任的大总统,成为当时的一个难题, 要是没选好战争一触即发,但是实上据资料显示老袁还是有先见之明的,在他快死的时候,就早已立下了遗嘱,放在了他自己的金贵食物里面,让我们国家避免了一次内战,当众人打开这份遗嘱的时候更是对袁世凯充满了敬佩,因为在这个遗嘱上袁世凯写下的候选名单,并没有他自己的儿子,而是黎元红,段席瑞, 徐世昌三人,要是袁世凯选自己的儿子为下一任的总统,国家又不知道,会发生什么动荡,甚至又会激发一场内战,也难怪在当场的众人都对他敬佩不已,或许袁世凯在他逝世前,已经深刻的认识到历史的走向,帝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